为启发年轻学子对环境教育、科技教育 还有能源教育的议题重视关注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连续6年举办了 全国高中职大专小水利发电设计比赛 2022年决赛场是来到了花莲、木瓜、西出荫 围水利环教场地 各组团队展现惊人的设计成果 接下来邮淑珍特别道场感受学生的无限创意 为启发年轻学子对环境教育、科技教育 还有能源教育议题的重视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连续6年举办了 全国高中职大专小水利发电设计比赛 经过台北及高雄两个场次的出赛之后 2022年的决赛场来到花莲、木瓜、西出荫 围水利环教场地 各组团队展现了惊人的设计成果 这个活动我们环境已经办了6年 最重要的是科普 宣传小水利 再生能源的小水利的部分的发电 未来不会继续处理 而且我们的政府也很重视 其实很多的我们除了再生能源 除了太阳能还有风力之外 小水利也是很棒的 民众的参与 这个都是粉logo但是很重要的 吉安县让游淑珍也到场感受学生们的无限创意 吉安县好山好水 还有非常清澈的木瓜锡以及初音山水浸 那非常适合的发展绿能以及小水利 所以今天来自于全国的大专生高中职的这样的一个水利竞赛 也带来吉安满满的生态的一个意向建设 还有呢未来的整个我们学习的铺陈 我们用水利发电的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带来满满来自于全国国高中大专的能量 印住在地方 呈现吉安是一个生态环境 是一个创新科技 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乡镇 所以站在地方的一场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吉安 开发吉安 甚至于凸显吉安在全国的能建都 跟我们所有不一样的量能 小水利发电设计比赛 评分比重是以发电效率60% 以及设计创意40%为准 各组作品必须依照水道大小水流速度来进行规格设计 而各组取前三名和三位加作 颁发奖金和奖杯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比赛 可以激发年轻学子的创意 也能够推广绿能环保概念 戒旅会节安相报道